未来的经济 因为基于新的技术 新的互联网 是一种共享性 分享性的这种经济 而世界经济轮坛 它的一个重要的职责 就是把相互之间的资源 能够连接起来 通过这种连接 创造更新的 创新的思想 商业的模式 和合作的机会 中国的市场 已经是一个充分开放的市场 而中国的企业 也正在把全世界的市场 看中成自己 能够扩展至自己的 业务的一个空间 所以当我们能够 在一个地点 一个城市 能够用几天的时间 能和全世界 来自全世界的人 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 来进行这样的讨论 我觉得这对我们的企业的发展 是十分十分有价值的一个平台 我第一次参加达沃斯 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就是说以前达沃斯的印象 都是宏观经济 政治 政府 这些 但过来就是科技 和创新的烙印 是非常深的 达沃斯最大的帮助 第一 是把大家从企业 要解决的问题中 抽出来 能够让大家去 宏观地去感受 整个世界经济的潮流 第二个 我们把视野 从今天 放到了三年 五年 十年以后 有很多的讨论 比如说对于无人驾驶 对于人工智能 到底在未来会如何地去改变我们的生活 会增加我们的这种对整个公司长远发展的思考 事业和格局 我们和达沃斯论坛已经合作六年了 2010年的时候 我们成为达沃斯在太阳能行业的塑造者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通过这个平台 能够大声之中 大家都去推动这种可哲生态发展 都去通过可哲生态去对气候变化 我觉得也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在我们进入国际舞台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得到了达沃斯平台的 对我们的这种引领 支持和帮助 我们先后和MSC和SGS 建立了一式标准的合作 那么最后呢 是我们张智岛的海洋牧场 成为了中国第一个MSC的渔场 我参加联会 深深地感受到了 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就利用全球的资源来做事 这样才能够企业发展好 我有一种学习方法 是喜欢从别人身上去获取一种碰撞 我称之为灵感 我觉得认识一些有意思的人 有想法的人是最重要的 早年我在达沃斯的时候 听了很多对我印象很深的是 社会责任 全球化 以及如何在危机事前的领导力 我相信在达沃斯 但是未必你一定要寻找你要听到的 其实你听到的也许就是你的选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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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